第三年的德国打比大赛 进一集准备起步 好,一起步的时候 算是暂时看得出齐 没有马就完全不出习 出得最快在中档 水星、梁启、威尔士 和斗嘴这三只就快点 内档那边是尖黄穿快点 跟着出来的马 然后是正事时候、壮志 在他旁边是热门的 直接简单,都是前面那堆 外档在迫近去还有关键有因 后一阵的马 内档是夜精神 影城大亨 外档在迫近去的马 还有外面那只望天 在内侧看到蓝衣黄帽 还有制胜魄力 再厚一点的马 先看到拿玻璃 内档那边是柔花刀 暂时跌到很厚的马 其后一匹是月正满天 他就在尾三 在他后面是姓哥劳德的马 转到对面的时候 暂时尖黄穿就带了出来 守着第二位应该是斗嘴 两个马位之后 黄衣那匹是威尔士 贴难第四只正事时候 过来马位之后 水星凉旗 跟着他们还有壮志 和关键有因这一阵 这时候外档走多一只望天上来 然后的马 守着内档还有夜精神 马群中间直接简单 影城大亨一队热门马 外档那边还有这只唱谈 暂时在外蝶里 在后面的马 升到蓝衫黄帽 制胜魄力 马群中间还有古月 内档那边壮志 后面那只夜精神 然后是圣哥劳德 暂时在后的马 拿玻里和真十字 未以为之 在月症满天 包紧味是康庄老 走了接近一半套程 前面还是尖黄穿的带着头 守着第二位还是斗嘴 覆着第三 黄衫黑袖那匹是威尔士 贴难第四正事时候 过几马位之后 水星凉旗 延周那一阵是壮志 和关键有因 三叠是望天 在他们后面有一只古月 大本直接简单在第十位 跟着他的马就映成大亨 然后还有蓝衫黄帽的制胜魄力 扔出外当已经在赚位 玻璃的马 还有后面还困着月症满天 差不多入到最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暂时还是尖黄穿着带着头 跟着上来就斗嘴就开始不断打了 在内档反而轻松点 正是时候了 然后扔出外当 又好像扯出了两只水星凉旗 大外当 内档那边映成大亨 马群中间上来的马还有古月 还有关键有因都走得不错 外面上来很厉害 月症满天 最有200米时前面形势变了 留意外档那只月症满天 上到来前面 内档就映成大亨 中间上来是真十字的 前面就外面 月症满天越冲越劲 看个小就过了映成大亨 中间第一名是月症满天 第2名映成大亨 第3名是真十字 第4名是制胜魄力 原来这么厉害 庞可立赢得德国打给这只鱼 怪不得那场都不用跑 原来这么厉害 而且也不排除最外难有特快的跑事 其实映成大亨中段是很惨的 我想那里也撞了几下 但很快就有位置了 你看映成大亨在里面捐出来 未必输马,可能输场地 是,因为他走到那块地很开 是 或者刚才那场合 已经有一些马人飞出去 是 好了,我们又看到庞可立 在我们的药转播中 又一次赢大赛 月症满天赢了 今届的德国打给大赛 我们看重播 2023年上来 斗嘴就开始不断打了 在内档反而轻松一点 正是时候了 然后扔出外档 就好像扯出了 水晶梁起来大外档 内档那边映成大亨 马群中间上来的马 还有古月 还有关键有因走得不错 外面上来很厉害 月症满天 在200米的时候 前面形势变了 留意外档那只月症满天 上到前面了 内档映成大亨 中间上来是真十字 前面就是外面 月症满天越冲越厉害 看个势就过了映成大亨 中间第一名 月症满天 第名映成大亨 第三名 是否飞出去好 那些马群 其实不止他 真十字应该都是登役者 两者一起飞出去 当然月症满天 本身实力也好 所以更厉害 反而大亨本入到直路走到内篮 一般的 不过他自己也没有 那个势也不强 那个势也弱 自己的势也弱 不过如果这样看 影城大亨真的不错 很厉害 赛前看到他周身汗湿 周身汗 走不离场地 他不是输很多给你 正满天 如果在场地再黏一点 影城大亨会再适合跑 不过大家其实也会有胜负 月症满天 因为较早前 他们也在巴弗利亚 景点赛也对过 那场月症满天 就今年復出 那场是第一场 他试试走快点在前面 回到来有五五五个不生气 二踏三踏踏踏踏 一踏踏踏十九倍 你说其实拿胆有点困难 三踏都互相赢过对方 始终这些斗进度 都说不出 有时候一场一场算 是 好像今天这场赛事 你还要受责于场地 很大机会 不过就不需要深究 因为德国的赛事 我们只是球这场 之后我们就研究却拉赛道 却拉马尝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 汉堡马尝外难好一点 但没办法 汉堡包也挺好吃的 不过就是这场 只是这场 而且你算月症满天 他相比影城大亨 他早点出道 所以他也不需要跑冠军联赛 那场赢了 我都一心让他休息多一会儿 也是的 而你影城大亨 你今年才出到四月份 反过来是半年前已经购买了 其实有点虚张 等于你的马有点能力 不如直接拼一场吧 没必要浪费力 不过他也挺厉害的 因为全程很有信心 他留到很厚的这场马 尾二尾三左右 我感觉到他也不太负散 他相比是一场马上 我感觉到他身边的 我感觉到他身边的 不过的一场马尔 但他也很高 一场马尔 你感觉到这个赛 你已经在那里 上来到你出道了 你能够有多力 可以到他前面吗 自中的中央 我感觉到他出道了 我感觉到我出道了 我感觉到他出道了 我感觉到他出道了 我敢出道了 我们在他的路面 上互比他竞子 你的感情很瘋狂 感情很瘋狂 你不能討論感情 你必須感受 非常感謝 Rene Pichulek 和Liberty Racing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 A7的第七場 德國打給他暫定賽果 跑得明明是3號的月正滿天 第二名是要答應大坑 第三名是15號的真十字 第四名是5號的制勝魄力 主持人問他 說不到自己的感覺 只能夠他感受 其實這隻月正滿天 入直路都刻意走中外蕩 結果馬交出好反應 贏了德國打給他 主持人問他 是否這麼有信心 那個位上來 他說有的 好了 都有這個暫定的派賽 S1的第七場賽事 德國打給他 跑得一名3號的月正滿天 凍結派71.5 位置派24 跑得二名2號的影城大坑 位置派15.5 第三名是15號的真十字 位置派184 而跑得四名是5號的制勝魄力 連贏位2答3 派193 二重彩3答2 派386 三重彩3號2號15號順序 派25,443 單貼派7192 位置Q2答3派82 三答15派910.5 二答15派586.5 二重彩有三百多元 三號行台 不過我們在賽前節目也提過 123 這三個馬 其實不容易選擇哪個是重心 穩定計算 你圍他就… 差不多 對 好一點 因為大家都贏過對方 你不容易拿到膽 通常你贏我贏你 就很難稱 很準確稱 四連環派21,454 四重彩3號2號15號5號順序 派376,518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左上角就是德國現場 很開心 已經有賽果了 那些比較開心 贏的位置 右邊這邊 右下角就是愛爾蘭方面的卓拉馬場 賽馬日的賽事 我們第一次轉播了 因為之前我們播放愛爾蘭冠軍錦標 李奧帕馬場 左轉 其實卓拉馬場 就是愛爾蘭即是第一大馬場 是的 我也不知道 好,先看第七場賽事 複榜完畢,派彩集實 跑得一名三號碼的月正滿天 獨贏派71.5 位置派24元 跑得二名二號碼影城大鏗 位置派15.5 第三名是15號碼的真十字 位置派184元 第四名就是5號碼的制性魄力 連贏位二答三派193元 二重彩三答二派386元 三重彩三號二號十五號派25443元 單貼派7192元 位置Q二答三派82元 三答十五派910.5 二答十五派586.5 四連環派21454元 四重彩三號二號十五號五號順序 派376,518元 三號十五號順序 四合五號順序 道三號二號九姓